214 明報 二手焦點轉移中價樓 2015年7月20日Money Monday P34報小明筆者日前擔任本行樓市講座嘉賓 同場論事的橫有金利風證閉皮S報執行董事王德記及本行首席分析師劉嘉輝 講座以轉危為機、樓股新形勢投資策略為題 吸引如白市民來臨支持,其間踴躍發文、有趣的時、除股市版法等禮牌亦話外 大家對住宅後市的諮詢明顯比過往慾緊 足見經歷小股災後,樓價的抗跌力仍然備受關注 股市看對市也可買錯股不者早前已提及 從過往多次金融危機所見,股票市場之波動性向來遠高於樓市 現以按規變化作比較,前置亦無異 歷年來此往往出現一規大升、一規大跌堅波局面 當中不乏如兩成波幅,反而樓價的看計走勢相對穩定 上落波幅普遍維持兩成以內 值得注意的是,即使掌握大市走勢 要捕捉潛力股票的難度亦不低 以庭訊0700為例,至2004年該股上市 握金,升幅達202多倍 同期匯控0005卻跌35% 股票表現南源不撤乃平上市 反觀各區屋苑的樓價往往隨大市方向上落 目前樓價較1997年高位高出約36.8% 近日赤價破2萬的龍頭屋苑太古城 期間平均赤價跑贏大市 較高位高出約66.2% 即使跑輸大市的浪翠元近年赤價亦隨大市上升 可見各屋苑仍然幅度詭異,但罕有出現逆市而行的交局 與其有股票投資者或會暫時離場 轉頭轉頭懷抱 第四季整體樓價看升3%至4% 為豪宅市場受股市波動影響較直接 躺股市於第三季回穩 豪宅樓價可望升10%至15% 如今一二手大型屋苑接連破頂 可見買家焦點又轉向中價樓之勢 其中原因是早前世單位升幅大 加上發展商積極推售一房、兩房戶 或轉移上車購買力 估計未來中小型單位破頂潮或會放緩 報小名美聯物業住宅報行政總裁 使用本身為了 read